大家好,现在正是蝴蝶蓝抽荐开花的一个阶段 那么在这个阶段水分的管理是非常重要的 只有把水给对给足了 那么蝴蝶蓝的开花才会更加的鲜艳 而且开花质量才会更高 但是在这个阶段的浇水不是一成不变的 我们要根据它不同时期来选择用不同的一个浇水方法 那么在这个阶段到底应该怎么正确的浇水呢 首先蝴蝶蓝它在已经抽荐之后的这个时候 盆土一定不能够缺水 如果盆土缺水会影响这个花贱的拔糕 会导致花贱长得会比较矮 所以我们在这个阶段的话盆土一定不要缺水 盆土表面的干就一定要及时给它补水 给它补充充足的水分出现这个花杆的迅速拔糕 但是大家要注意不能够过于频繁浇水 以免出现蓝根的现象 那么第二个阶段就是等到这个花贱已经迅速的拔糕 这个花蕾刚刚破蕾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这个时候不要浇水 这个时候可以进行一个适当的控水 如果这个时候给它浇水的话 就会导致这个花瓣会出现拉长的现象 而且开花的品质就不高 开花的质量就不高了 所以这个时候要进行适当的控水 等到花朵已经完全绽放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按照一个正常的浇水方法 那么在开花了之后 这个盆土也是不能够长期缺水 但是也不能够积水 就是最好了保证处于一个微微湿润状态 让这个花朵有足够的水分来生长 但是也不能够积水烂根 以免影响这个根系吸收水分养分 导致花朵提前凋谢 在这个期间我们还可以经常在盆土周围 叶片表面的喷喷水物来增加湿度 这样的话有利于花朵开放时间更长 所以蝴蝶蓝从抽剑到开花 这段时间的水分管理 大家做到位了 蝴蝶蓝花剑就能够拔的比较高 而且开花质量也会更高 好了今天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见